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两名和尚 敬礼撒迦真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的物魔祖尊莲花童子 敬礼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马哈萨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仪会的贵宾是 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 新登节目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香港杰出企业家 纳都雷宏毅师兄 纳丁曾美亭师姐 还有他的千金 雷倩师姐 林书华医师 庄华医师 张赞出企业家 天音雅夜合唱团 林益展师姐 张赞出企业家 杨光武共团 陈圆如师姐 台北市议员 杰梅沙代表 杰费林师姐 今天我们同修本尊 是莲花童子 在我之前 很少人去提到莲花童子 你问佛教界 童子是什么呢 童子其实就是大士 那么大士是什么呢 大士也就是菩萨 大士 向灵华城大士 就是菩萨 那么我们以前称这个 文之师弟 也可以称为 文之师弟 童子 文之师弟童子 因为他有献童子的身 文之师弟菩萨 有献童子的身 童子本身来讲起来 就是一个 我们以人来讲 就是很单纯 那么很清净 没有邪念 没有沾染污秽 就称为童子 童子就是一个很高的称呼 一个很高的称呼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教主 释迦摩尼佛 他以前也很多 很多士都是以童子称呼的 像那个 以前的这个童子 他有转世 他有这个雪山童子 雪山童子 他也叫童子 那童子并不是真正的 一定是小孩子 不一定 就代表他很亲近 那么非常的吉祥 无邪 光明 都是在里面 那么以前我从来 也不知道莲花童子 我自己本身 学佛那么多年 也不知道有莲花童子 那后来呢 这个 姚思金母他指点 他说你就是莲花童子 而且那个时候是在 这个一种禅定之中 他这样子告诉我 那么我为什么又称为什么 什么静光秘密佛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 那个莲花童子 是没有生相的 完全就是一片光明 而且是很强烈的光明 在那边一直闪耀 一直闪耀 那种光明 后来 高王经里面的低尊佛 就是静光秘密佛 它是很秘密的 而且充满着静光 那一身佛是很秘密的 而且充满着静光 那我开始的时候 传法的时候才提到莲花童子 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大法师 那时候的当时的大法师 他们讲说 从来学佛这么多年 也没有听过莲花童子 那事实上 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莲花童子 你们在这个敦煌石窟 莲高窟 我们要去下个礼拜一吧 是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 去LA 就是要去看莲高窟的莲花童子 他们有些人去了 也看过了 就有莲花童子 而且还是结的手印 还跟世尊的手印一样 那个莲花童子的手印 是一样的 那这个事情呢 自从我讲了莲花童子以后 就很多地方 都开始出现了 这个莲花童子的这个 他是相光童子 又是这个 释迦莫林侯以前叫 善慧童子 善慧 善慧童子 雪山童子 都是同一个名称 那么原来的莲花童子 就叫相光童子 相光童子 他的地位跟瑶慧童子是在一起的 所以瑶慧童子当初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 跟我讲 他说你就是莲花童子 以后呢 我就开始了解 慢慢的知道莲花童子的一切过去 现在还有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 但是他很秘密的 很多邪佛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事实上在敦煌石窟 跟这个墨高窟 跟很多的这个窟里面 都有莲花童子出现了 但是都是献童子行 献童子行 另外你在这个敦煌石窟里面 你可以看到瑶慧童子 也可以看到这个东华帝君 也可以看到莲花童子 三尊是并排 没有所谓的高跟下 没有所谓的高跟下 三尊是并排 后来有人写书 也就是在甘肃 甘肃那个 大学叫什么名字啊 甘肃有一个大学 他有莲花童子研究 南州大学 他出版了一本书 里面就有莲花童子研究 莲花童子研究 他专门研究这个莲花童子 那时候莲花童子 那时候的国王 叫做大威德王 大威德王 那么他在这个一个莲花池里面修法 那么由莲花里面打开莲花 莲花开放 出现两个童子 那一个童子呢 就叫做宝玉童子 一个童子叫做宝上童子 宝上童子 两个都是莲花童子 一个是宝玲童子 一个是宝上童子 两个都是童子的相 那么就接引大威德王 去到金光佛那里 那时候注释的佛叫金光佛 大威德王去听金光佛 这个讲经跟他学法 大威德王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生 那么在学法的过程当中 居然莲花童子去引导 释迦摩尼佛去见这个金光佛 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在 那不是 那个我们在佛教里面 称为引寺 引寺就是说 我接引你去拜一个师父 当时的这个佛 那莲花童子就变成 释迦摩尼佛的引寺 引寺啊 就是接引他去见金光佛的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是很奇妙 很奇妙的事 这莲花童子研究 原来莲花童子这个地位 不是很那个 不是只是在佛菩萨面前的小童子而已 原来他还接引过释迦摩尼佛 这是我们这个莲花童子研究里面 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张明聪师兄啊 他写了一本这个莲花童子庚言 是免贵 贵详展 vendo 我们这里有吗 有 是可以免贵赠详 是莲花童子的根源 那当初要是金母找我 就是有这个因缘 他找我 没办法 被找上了 所以就 我这一生当中 就是只有红华 然后蒋莲花童子 那别的呢 我也不敢说什么 对不对 我自己到底会怎么样 我也不敢讲 那未来 这个初步的学校会怎么样 我也不敢讲 那我们这次去LOA 那么行程都是公开的 然后也没有限制人数 至于他说 你到了迪士丹乐园 你看不到世尊 你可能看不到世尊 那是乱讲的 那要胡说八道 大家去了迪士丹乐园 就约定一个时间 就在迪士丹乐园见面 哪有说看不到世尊的 当然如果在玩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师尊喜欢这个看哪个 那到了哪个游乐场去看 希望每个同门通通都 大家一起走 没有说所谓的 你要去看这个莫高窟 莫高窟的这个莲花童子 也是大家一起去的 没有 没有约定几个人 你们买了票 就可以进去 买了票就可以进去 那么大家也一起进去 如果只有我跟几个人可以进去 别人不可以进去 那我不进去 就叫别的人全部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大家一例都是平等的 师尊最重视平等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而且形成全部公开 师尊住哪里 形成所有的全部公开 不可以说 谁可以去 谁不可以去 没有这一套 如果有这一套的话 那就不平等 或者是说 你去那环球影城 大家一起去 如果大家没有去 只有我去 我不去 对不对 去迪斯奈乐园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看不到我 那我也看不到大家 那我被几个人包围而已 那个我不去 要去大家一起去 没有什么叫做秘密行程 或什么公开行程 或者怎么样子的 应该通通都是一起的 这个船员不一定是真实的 船员不一定真实的 去到那里就知道 我这个人是比较公开 比较民主 比较自由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 民主自由 每一个人都可以买票 没有谁不能买票的 而且到了地点 时间都要讲 如果不讲的 你是偷偷懵懵的去的 不要给同门之道 同门自己走自己的 我走我的 那还有什么乐趣可以 对不对 那我何必去呢 那就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去LA是公开行程 大家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 好像有游览车 我们坐游览车的限定多少人 那当然有 那你们坐寄生车也可以跟啊 或者你们坐 自己开车也可以跟啊 骑脚踏车也可以跟啊 都可以啊 大家尽量想办法 尽量跟得上 跟你讲几点的时候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 好像什么规定几个人 可以进到那个库里面参观 可能是他们这边有限制人数 一批多少人 一批多少人这样子 那么分批进去也可以啦 分批进去也可以啦 师尊最不喜欢 旁边围来一大堆光头 最不喜欢就旁边围来一大堆光头 或者上师 只有上师跟光头 可以跟师尊 我最不喜欢 对不对 我喜欢平民老百姓 对 那个 佛讲的出家示众 就是比丘比丘尼 优伯赛优伯仪 是平等的 那么佛把这个佛法 附属给出家人 附属给出家人 那么出家人领受佛法 在家人 附持佛法 附持跟领受 一样平等 所以没有哪个尊贵 哪一个比较不尊贵 没有这回事 这个佛讲的众生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众生任何一个众生都有佛性 罗以众生 借有佛性 通通都有佛性 佛性是平等的 只是你现在献这个出家众 说不定人家将来也献出家相 献出出家相 而且修行的成就 比出家人还高的很多 在家居是修行成就 比出家人高的非常多 所以出家人也不能够 自己老是脸上贴金 以为你的光头就可以坐在那里 不是 你的光头不一定坐在那里 你的光头的可能在地域的很多 不管 我们现在是不管了 就是说我们首先 佛性都是平等的 当然佛也是比较尊重出家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出离心 出家的第一个优点 他已经有出离心 有出离心才出家 在家就因为他缺少了出离心 但是将来的缘也不一定 这个说修行方面 不一定说那个 优伯赛优伯仪 他就不出众 还是有很多优伯赛优伯仪 修行非常出众 像那个维摩吉 基士 他虽然是基士的身 但是他的前世是经历如来 他是如来 他是佛 所以彼此应该要尊重 彼此尊重 只是按照佛的礼节上来讲起来 以出家人为尊 以出家人为尊 以这个在家人为 在佛的 他的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还是以出家人为尊 是这样子的 佛教的制度 释迦牟尼佛制度就是这样子 莲花童子非常伟大 这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他毕竟 他显现了他的净土 净土是真实的 那我本人道过 那么我本人也见过莲花童子 那我本人呢 在禅定中也知道莲花童子 后来这个 像莲花童子研究 这个都是后来 我先讲了莲花童子以后 他们才做研究的这些工作 然后在敦煌石窟 也发现很多 每一窟都有莲花童子 所以 这是真实的 这是非常真实 我们今天再谈一下 我们谈过 因为道果本身的这个版本 非常的多 版本有很多种 有最新的道果 还有旧的 一大堆的这个道果的版本 那道果的版本 我们就列弃 列弃不讲 这里第二个是会众师 所谓师就是解释 解释这个会众 道果 它怎么如何形成的 那么它在哪一个品里面 有什么东西 它是这样子 所以称为解释会众 像第二十二行起到第二十七行 共有六行是会众师 就是解释会众的 然后其中第二十二行内 有部分是洗金刚本系 解释洗金刚本系 第二十二行 第二十三行也是一样 第二十四行是洗金刚本系 是列本 里面的记 另外还有书 就是那个 一般我们谈到的书文的这个书 书文的这个书 还有所谓的利益 生坛成 生起次第 事业法门 如附谋会供 出业行者 所知 以及它的燕文 燕文 什么叫燕文呢 燕文就是说 你在这本书里面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那个燕 发出来的这个燕 这个 也就是里面有谈到燕文 另外附谋 就是fire opening 就是火供 谈到火供 谈到会供 出业行者所知 就是刚刚开始修的人 必须要知道的 这些情形 另外还有教学 道国有关的法门 是由撒迦五尺 五祖 赐地传以大成就者 佛陀失利 而亲 滚隔双坡 就叫庆席贤 从之听受 而后传出的 也就是说撒迦五祖 然后传给大成就者 以后慢慢传出来了 当然也有派别 也有所谓派别 这个叫二八派 解释会二八派 然后传给 这个叫做 降阳亲者 就蒋阳亲者 蒋阳亲者 蒋阳亲者 仁波切到现在目前 还是有这个人 不知道传啊 第几世 跟这个卢朱嘎措 等人一直在传出来 蒋阳亲者 蒋阳亲者是一个仁波切 跟卢朱嘎措 也是一个仁波切 他们也不知道传啊 弟子带了 他吃地传出 称为教协师 师 他是解释如何教协 如何教协 他是现在 在这里面所讲的 里面都是人的名字 然后整个道国的 这个传法的过程 另外在哪一行 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说写得非常的清楚 你们可以自己看 我手上这一本的 所译的 道国根本颂 金刚 聚 记住 便是以此 道国 宏建 为本 他说是从 道国的宏建 作为本 在系统上 是撒迦班之达 所开示的内容 撒迦班之达 撒迦班之达 这三个字 也就是 最高智慧的人 最高智慧的人 撒迦派 里面 最高智慧的人 就是撒迦班之达 他所开示的内容 此外其他部分的章节 便没有译出来 现在讲这个 第三十页的第三 内容概述 也就是说 把道国的内容 里面 跟大家 作为解释 要解释 道国的名字 道国 道国 总名是 道国 根本颂 金刚 聚 记 一般 藏地 列称 金刚 聚 记 金刚 聚 聚 我以前讲过 跟大家谈过 他的金刚 聚 是五个字 是七个字 或者是九个字 这样子列起来的 就是一句一句 这样子列起来 便没有解释 是很难 很难去解释 很难 其实整个 道国的这个 金刚聚 聚 其实不是很多 不像厚厚的一大本 而是 其实是 只有几页 真正的句句 一个句子 就解释了很多的意思 在里面 其根本颂 文为 毕瓦巴祖师 他所学的 毕瓦巴祖师 写的 然而因内容 莫测高深 真的 他那个记 莫测高深 你一般人看不懂 例如我现在 在读书的时候 我读了很多的文言文的书 读了很多文言文的书 我们中国的文字 有所谓的文言文 跟白话文 后来 林语堂先生 提倡这个白话文 大家都看得懂 以前早期的一些书 古代的一些书 都是文言文 文言文大家都看不懂 因为它 单单几个字 就代表了很多的意思 其实金刚聚聚 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称为内容 莫测高深 很深奥的 一个字就代表很多意思 深奥难解 它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困难去解释 以后呢 得到真传的诸师 就是得到道果真传的诸师 将结窍教授分书本诵 翻成金刚聚聚注 注就是给它注解 每一个金刚聚聚 都给它写上了注解 写上了解释它本身的意思 又因为金刚聚聚中 包含甚多修法的要解 也包括了怎么修 包括了怎么修 所以就从各部分 就变成了很多的这个名词出来 这个名词就是 三线分 三细 四量 六教授 五言起 四耳传等深入的 禅师 禅师 花为 足有三线分 等 专章的产生 就是因为注解的时候 要需要给它解释这些 然后 就给它 起一个名字 就变成了 所谓的三线分 三绪 四量 六教授 五言起 四耳传 一般藏地称道国法为 松亚仁波切 就是庙宝讲论 以示尊重 在汉地 在宗土的地方 未成文其名 所以便全部给它教成 这个教法叫做道国 道国顾名思义 既是道以果二者 道国是两个字 那么道有道的解释 果有果的解释 所谓的道是指 由一个粗略的凡夫位 以因地取修 历经了道位 而祭身 登奏 严满 四身果位时 其过程中 所惜 修习的法门 经验 接受 等方法的教授 他解释这个道字 就是从凡夫 到成佛 就简单一点 凡夫到成佛 所以我们讲大手印 什么叫大手印 并不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师 他说大手印 他每一次 他讲说你比一个大手印 他就比一个 这个就是他讲说是起伏印 起伏印 这个就是大手印 不要骂人 这个就是供养印 他自己称为是起伏印 那你是自己创的嘛 起伏 当然供养 那以后你会有福分 那也算是起伏了 他称为起伏印 我们就称为供养印 其实供养印都是一样的 他也称这个叫做大手印 每一次人家说 你比一个大手印 他就比这个手印 到哪里都看到他比这个手印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骂他 所以我就讲一个一 以后就没有 这个不是大手印 大手印是什么 是你从凡乎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师尊每一次在这个比这个手印 比这个手印 你以为这个就是大手印吗 不是 不要那么傻 被骗了 我弄个大手印给你们看呢 怎么看 你以为哪个手印叫做大手印 大手印只是一个名称 就是从凡乎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就叫大手印 大手印也是一样 什么叫大手印 从凡乎到严满四身 直接从凡乎到的法身佛 化为宏光 这个就是大严满 大手印 大手印 就凡乎到成佛 不管你怎么成佛 你是大严满的方式成佛 还是认证你的原来本出光成佛 或者你认证了菩萨 进入菩萨的心成佛 中阴成佛 你认证了金刚神 由金刚神那里 转到佛界 然后去成佛 这个就叫大手印 那道国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修道的 修这样子的过程 从凡乎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不要给人家骗了 随便写一个大手印 说我弄一个大手印给你看 那是骗人的 已经讲了好多次的大手印了 不是哦 你看我的大手印 哪里 我手很小 哪有大 不要被人家俯了 这些 这个学博的人 学到最后都会俯人 就是俯人大学毕业 都会俯人啊 都会骗人你知道 然后骗你是干什么 越多的人来越好 然后越多的钱越好 只是俯人吗 今天我跟你讲这个 我也要服务你们了 那叫厚兰 那个叫我们台湾话 就是厚兰 所以以前一个上师 就一天到晚弄他的大手印给大家看 真的是 这个历经的各个道位 像菩萨有十地 就是他的道位 初地菩萨 二地菩萨 三地菩萨 四地菩萨 五地菩萨 到第十地菩萨 到十一地 就是妙诀 到十地就是等诀 这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过程 他的道的过程 到位 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修习的法门 经验 接受等方法的教授 他没有讲什么神通的 没有 你到哪个境界就是哪个境界 活菩萨都有神通 活菩萨都有神通 鬼也有神通 我告诉你 鬼也有神通 他想念 这个鬼想念自己的父母 因恋之间 他就走到他父母那里去了 因恋之间 他可以从这里到哪里 从这里到哪里 他都有神通 他都有神主 他也是无形 不受耶稣 鬼怎么没有神通 或者养小鬼干什么 泰国那些养小鬼的做什么 养小鬼帮他办事 就是啊 让他成功啊 让他这个得高位啊 让他能够这个 所有的人都听他的 这不是有养小鬼吗 小鬼都有神通啊 何况是大鬼呢 所以佛是不喜欢人家讲神通的 他是破测 用神通度众 当然是比较容易 但是佛本身不讲神通 因为神通 你当了菩萨 你自然就会有 你当了佛也会有 你当鬼的时候也会有 所有的鬼都有神通的 他们都是无形的 还可以穿墙呢 还可以穿墙 那个 你那个房子没有用的 所有门窗都关起来 他照样进来 这鬼也有很大的神通力 很多人利用鬼 去办很多事情 我所知道的 利用鬼去办事情 很多人养小鬼 他算命 讲得很准 跟你讲很准 什么都准的 为什么会准 鬼早就到你家去调查了 怎么不准呢 你的过去 现在 你的过去 鬼都也可以知道的 你过去干了什么 他都知道的 所以算命的为什么会准 有些算命的也很准 因为他养鬼啊 但是在这种种的修习法门中 有很多的经验跟接受 此中的道分成广中列三道 又来了 广中列 广 密宗道次第广论 全部都讲 菩提道次第广论 就是在修行的 就是在修剥叶法的过程 他全部讲 就叫广论 什么叫中论 我以前做一个解释的 广论 大剥叶金 就是广 中论 金刚剥叶波罗蜜金 就是中论 什么叫做劣论 心经就是劣论 这样大家清楚 广就是讲很多 那个经典那你看不完 中就是已经是精华了 精华的精华就叫劣 叫做广中列三道 另外还有深中浅三道 这不用讲了 像以海底来比喻 最深的地方 海沟 是最深的地方 中呢 差不多在一般的海 就是算中了 到了接近岸了 就叫浅了 这是深中浅三道 然后这个广道呢 包含了共伦涅道 共伦涅道 可以讲 涅槃轮回之道 世间道 世间道是什么 就是在世间修行的过程 世间法 就是世间法 另外出世间道 出世间道 就是离开世间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三种 内容包含了 武道 资良 加行 见道 修道 无邪道 这个 太清楚了 在经典里面都有 先修资良道 再修加行道 到最后 你看到道了 开始就开始修道了 修道了到成就了 叫做无邪道 就是究竟道 叫无邪道 究竟道 十二地办 这个 就是讲菩萨十二地 这个 首先是翻洗地 离后地 发光地 宴会地 南圣地 现前地 眼形地 不动地 善会地 法阴地 无欲地 慧静等地 其中到了法阴地 就是十地了 无欲跟慧静 都是佛了 这几个地 大家知道 菩萨十地 在这里面 三十七菩提分 什么是三十七菩提分 这是修行的过程 四念柱 四正段 四神族 五根 五立 七等结 八正道支 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 佛教有所谓的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加起来刚好是三十四 共伦 念道中 主要是三宪分 三续 四量 六教授 四尔川 五言起 守护 多方便 跟智慧 其实佛教 有两种 密教的精细 有两种 一个是属于智慧的 称为母系 一个是属于方便的 称为妇系 妇系 不是妇死啊 台湾话妇系耶 你去妇系啊 不是 是妇亲的妇 母系代表智慧 妇系代表方便 这个没有方便 就不会有智慧 智慧一定要有方便 所引起 所以教大家修法 是一种方便 那你修到法 进入智慧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连法也没有 最高的境界 连法也没有 那才是最高的境界 你还在讲什么法 什么法 什么法的时候 都是方便 真正的智慧 是什么法 连法 法也不是法 什么法都没有 其中三线分是 因为一个 普特加罗 以三个不同时期 而有三种不同的现见 什么叫做普特加罗 这个 连望 连望上师 你又再入四谋地 三谋地 好啦 什么叫做普特加罗 连望上师 有四谋地 有四谋地 这是凡语 普特加罗是一凡语 这是佛教的名词耶 这是佛教的名词 有点是人的意思 就是过去的人 现在的人 普特加罗的意思 就是众生 就是讲众生 过去的众生 因为三线分就是说 不同时代的众生 所显现的 三个出现的 那个时候的解释 不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故判为 阴地有情味时的 不尽现分 阴地 什么叫阴地 什么叫果地 我已经讲了 所谓 太场界 就是阴地 金刚界 就是果地 就是果地 什么叫果 就是阴地 就是你刚刚开始修行的 就成为阴地 到了你成就了 就成为果地 那阴地跟果地 是相关的 阴地跟果地 是相关的 但是 在阴地的时候 是不尽现分 不是很亲近 到了果地 就是完全亲近 这个修道的 宜家位时 为 结受 现分 成就果位 为亲近 现分 在过程 修道的 宜家位的时候 是结受 现分 你得到什么 结受 就到了 什么样子的 果位 你 修行到了 什么样子的 结受 就是到 什么样子的 果位 它是这样子 叫做结受 现分 成就果位 是亲近 现分 你已经成就了 完全是 亲近 那个时候 叫做亲近 现分 大圣要到 密集中 说此事 乃显 轮回 涅槃诸法 续从行人 一结受中 所现故 所以结受 是很重要 结受是很重要 像讲 讲师尊的 结受 好 师尊 可以知道 很多事情 是因为 我能够 极尽 能够很安静的 定下来 那么 可以有 不同的 结受 产生出来 所以我 每一次的时候 我看这个 世间 当然 我能够 极尽 灭定 极尽灭定 就是我心 非常的 极尽 在一个禅定的 里面 所以我知道 非常多的事情 非常多的事情 你没有这种功夫 你得到的是 鬼神感应 鬼神感应 当然你也会有 鬼通 鬼来告诉你 耳报法 这是鬼通 神来告诉你 也是耳报法 另外还有一个心通 还有浑身 都是眼的眼通 前身都是眼 眼通 那一种都是 种种不同的 结受 种种不同的 结受出来 所以一撒那之间 能够知道 很多事情 知道这些事情 不一定有用 不一定有用 有的 人家讲说 我们是 写佛的人 最重要是在 结物 你必须要 懂得结 你有物了 有结有物 叫做结物 有结有物 那有些人 是错节错物 你根本走偏 你所谓的神通 是鬼通 或者只是 一般的神的通 神跟你交通 的通力而已 神的力量 也有分 也有很多分 你刚刚看的 那个都是分别 很多种分别的 也有不敬的 接受 也有亲近的 也有接受 很多种 很多种的 这数不清的 一进去 就像蜘蛛网一样 四面八方 都有这种感觉 都有一种感觉出来 那你不能 不能说 你有什么感觉 你就讲出来 为什么呢 你还没有被认证啊 你必须要有 大德高深给你认证 你的这个通 是正觉 是真正的觉 而不是斜觉 还是偏的觉 没有大德高深 跟你认的时候啊 你所走的路子 越走就越歪 都是你的感觉 你自己的感觉 但是你不知道 对还是错 那你全部讲出来呢 你就误导众生啊 全部下地狱啊 就会误导众生的 你必须要有正觉 也就是 你是真正的 佛的给你的这个节物 你节了 你知道 一切都是戏论 以前所讲的 全部都是游戏而已 全部都是玩耍 这个正觉才是最重要 没有正觉 那就是 不好的节受 并不是说 好的节受 或不好的节受 你是正的节受 还是斜 还是邪的节受呢 你有没有错误呢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 你就随便你讲 随便你讲 讲得出来 是不是误导众生呢 会把众生这样 误导到这个偏邪的路上去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必须要有认证 认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这个有一个人对朋友讲 我两次的婚姻都失败 朋友问怎么说呢 这个人就讲 第一个老婆走了 朋友问 第二个呢 那个人讲 他不肯走 你看走跟不肯 走跟不肯走 都是失败 那你如何知道 哪一个是属于 最正最好的因缘 因缘怎么讲 最好的因缘是怎么讲 一个已经走了 那当然失败了 不肯走的 两个都处在痛苦当中 也是失败了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因缘 很多人问我 我的善因缘什么时候来 什么是善因缘啊 也就是说 你们能够互补的 互相补助的 我能够帮助你 你也能够帮助我 互相补的 这个就是善好的因缘 不能互补的 那就是 当然就是 其实不是很好的因缘 所以我跟大家推算 说因缘的时候 那个菩萨会告诉我 这个因缘是几分 六十分 我都是打不及格的 那是勉强 六十分都是 我都打不及格 八十分的到一百分的 才算及格 一百分的几乎没有 一百分的几乎是没有 不可能有一百分的 那么好啊 这个老师让学生 每个人写一篇作文 便提出 写作的要求 要写人物突出的地方 小明一听到以后 眼睛就亮了 老师问小明 你准备写谁呢 小明说写我奶奶 老师说 你奶奶哪些地方比较突出 小明就讲 我奶奶腰间攀突出 这个 就是走歪了嘛 老师的意思是讲说 你写哪一个人物 他有哪一方面的才华 非常的好 哪一方面的基数 非常的高明 哪一方面他有成就 他会唱歌 他的舞跳得很好 他的歌特别的优美 特别的响亮优美 那突出的地方啊 突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采法 但是他学的东西 他那一方面特别的突出 这是写他的优点的地方啊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法师上师都有突出的地方 不是腰间般 突出的 所以他这小明专门走这个邪路的嘛 但是老师要佛他他也没办法 对不对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这个小孩子要出生了 这个老公就讲了 生个儿子起名叫巅峰 巅峰就是最高点了 那就是最突出了 那就是最突出了 巅峰就是最高了 西弥山顶就最突出了 珠穆朗玛峰也最突出了 羽翼是走上人生的巅峰 老婆讲说巅峰的头啊 你姓杨耶 这个如果懂得华语的就会很好笑 杨丁峰啊 对啊 杨丁峰啊 还有一种治杨丁峰的方法 就是说 这个哪一些牧草在他面前 他就会好 为什么 因为羊要吃草 像这个我们很小的 这个年轻法师 他突出的地方 他就是他懂得建筑 他懂得建房子 他以前在纽约是盖了很多的房子 他是房地产 房地产 他懂得建筑 懂得这个电机啊 或者修理啊 或者房子啊 装好呢 他都比较懂 他就是他突出的地方 我们连镇法师也有突出的地方 连镇法师他有突出的地方 他长得比别人家高啊 相貌也很好啊 这五官很好 很多女生看到他 蛤 你什么时候凡属啊 有你的时候讲说 这法师长得五官那么好 为什么出家啊 要问他什么时候凡属 还要嫁给他啊 他这个高跟五官分明 是他突出的地方 小梅问老师 我要问个问题 老师说滚出去 这个老师很没有道理 小梅说我是真的问个问题 你要看清楚啊 是数学的问题啊 老师还是讲滚出去 小梅发牢骚了 现在的你老师啊 真的没有职业道德 小梅说完了 就走出了你厕所 你看 这小梅简直是混蛋嘛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跑进你厕所里面 问老师呢 问老师问问题呢 不过大家不要以为是没有 真的有 师尊有一次啊 去别的地方问世 那时候师尊到了某一个道场 都跟人家问世 好啦 师尊就有一点急啦 那我就跟大家讲 暂停一下 我上一下厕所 去一下一号 我去到一号一坐下来 这门后旁边 一张白纸一直伸进来 我把那白纸抽过来一看 原来是要问事情 我说 我说我就对外面的人讲 我说师尊现在正在厕所里面 在坐莲花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问世 他说 他在外面讲说 师尊啊 你知道吗 你坐莲花的时候最闲的 最闲就是没有事做 帮我问一问这个 你知道问世要请活菩萨的 对不对 要请活菩萨才能够问的 在厕所里面问世 却有这种事 发生在我师尊的身上 你看 这种人是走偏门 不应该走的路 不应该问世的地方 你来问世 另外我上厕所 我正在一号 一号 就是小号 正在小号 旁边有一个人跪下来 我说你干 我说你干什么 我说 我说师尊 我倒在这个厕所里面 你抖很久了 我要求一个灌顶 他要求一个灌顶 你说斜不斜一门 我说你求的是尿水灌顶 灌顶也要 也要有共评 也要有礼仪 也要在谈诚面前 有要有那个 像上个礼拜 就有一个人要求金刚 一个金刚的灌顶 然后我在摸顶当中 有一个上师站在旁边 说这个人要求这个 某个金刚法的灌顶 我当时就讲说 这个在礼仪上是不对的 你要先有共评 在谈诚面前 在这个好像说 金刚的谈诚面前 你必须要有共评 供养 要上香 师尊帮你招勤 不是在摸顶的时候啊 你就要求一个金刚法的灌顶 这不合理的 而且金刚法的灌顶 陛下要有酒 要有生肉 你有生肉 有酒嘛 他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只有红包 红包要供养师尊 我说这样也不行 不合理的嘛 我不能讲说我什么样子 都可以随便给人家灌顶 不可以 你说在厕所里面等我那么久 然后我正在一号 在吸的时候 然后突然就啪 就跪在我旁边说 师尊求一个灌顶 天啊 你是看我小便 我说你除了求尿水灌顶以外 没有什么灌顶可以灌 可以在这个场地厕所里面给你灌顶 你看请活不杀到厕所里面来也是不礼貌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你拿什么东西来请活不杀 我当时我当时我一遍小面一遍一遍早晴 还一遍念奏啊 哎呦喂啊 哎 这些人实在我实在受不了 那爸爸故意问小明 小明 你们班上谁最难 小明说不知道啊 爸爸 爸爸讲 你直进想想 当所有同学都在用工作业的时候 随闲坐 坐在那里东张西望 小明讲 老师啊 这个小明啊 真的是 都是走偏门的啦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师尊传法讲这个道果 必须要跟你们讲道 讲这个道 这是他的过程 修行的过程 另外还要再跟你们讲 得到的这个果位 它的怎么样子去分别 像十地 其实十地菩萨 每一地的菩萨都有接受 都有不同的接受 那个都要讲得很清楚的 十地菩萨 为什么分为十地菩萨 这个初地菩萨他有什么接受 二地菩萨他有什么接受 三地菩萨有什么接受 你到了等觉有什么接受 到了妙觉有什么接受 到了成佛你有什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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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要讲出来 那师尊为什么能够懂得讲这些呢 是因为他能够极定 就是很极灭 把自己已经极灭了 然后定也就是说 你在正定当中产生的一切接受 产生的一切接受 所以才能够讲这个果 我不是跟你们讲神通 出这个初地菩萨有什么神通 二地菩萨有什么神通 三地菩萨有什么神通 四地菩萨有什么神通 把这种全部通 你跟我讲什么我通通都通 那就是神经通 说神经啊 神经啊 因为你修到哪一地 就有哪一地的神通 自然它会产生的 但是不是一天到晚在讲 而是你要修到 你到底修到 你自己是阿罗汉 还是菩萨 还是言解 还是佛 你都要清楚明白 你要懂得这些分别 这个就是果味啊 这是果啊 你这个果讲不出来 不行了 一定要 所以一定要知道 所以师尊跟你讲道果 并不是跟你讲修行的过程 然后每一地的接受 然后如何成就 你自己本身的果味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麻烦你被命中 我麻烦你被命中 我会不知 自己的故事 我会罩